台北市有一个包租婆 她被发现沉湿在家中 下手的是一个黄姓的蜜衣 原来她向这个牛姓妇人 借了500万元炒股票 但是还不起40万元的利息 对方一直来追讨 还有点生气 决定要杀了这个牛姓的妇人 于是呢 她在这酒当中掺了有安眠药 让妇人喝下 她趁机把人杀死之后 甚至抓了她的手指 就在枕头当边写了字 要嫁祸给别的男人 警方认定这真的是泯灭天良 所以请求法院要求处重刑 杀人被警方逮捕 黄清明一不断点头表示懊悔 但警察官发现 她这些忏悔痛苦的公子 根本是假的 黄清明一为了钱 杀害十多年的老朋友 牛姓包租婆 事后公称 她是趁牛姓妇人 吃了安眠药睡着后 进入屋内下手 但检方调查发现 死者未不残有FM2 安眠药及酒精 但死者长期洗肾 不可能吸毒又喝酒 明显是被下药 另外 明显说 在死者家一个多小时 但警方却没有采集到 她半个指纹 再加上死者顶部 被猛力画下三刀 和她说的不小心杀人 差很多 警方认定这是蓄意谋杀 黄清明一还企图 嫁祸给死者前男友 在枕头上留下写书 他是抓着死者的手 用写毛笔的方式 这样沾着写 所以三个字写得那么轻 实在狡猾 不仅顾步一阵 还想嫁祸 但证据会说话 杀人后 黄清明一穿着雨衣 到死者家中暗门铃 诡异举动让她被锁定 警方斥责命灭天良 依杀人罪将她起诉 请求法院重判 本日新闻送付老